1月8日,洪天明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分享了一段视频,并配文称,生日快乐,身体健康,开开心心,愿天下父母健康长寿,永远幸福。 据洪天明透露,昨天是逢老爸洪金宝71岁生日,祖孙三代人到农场游玩体验农家乐,晚上还聚在一块吃饭了,过得很温馨,曝光的画面中,寿星洪金宝穿着格纹上衣现身,头上戴着发带,造型休闲,已经进入古兮之年的他,须发揭白,苍老了不少。 仔细观察,他坐在轮椅上,事实上,常年拍打戏的他,身上受过很多伤,膝盖前几年还做过手术,导致他行动不便,经常坐轮椅或拄着拐杖出行。 所幸,他的精神状态很不错,偶尔还会拍戏,只是他已没办法像年轻时那样,轻松做一系列高难度动作。 在城市生活习惯的众人,难得来到农场,心情都很好,脸上挂满笑容,尤其是洪金宝俩孙子,开心地提着篮子和剪刀,到田里去摘草莓,摘菜。 不到一会儿,孩子们便收获了一大堆草莓,他们向镜头展示自己的成果。 这两个小伙子是洪金宝长子洪天明与周家卫所生的,他们遗传了父母的好基因,五官立体精致,身材高大,帅气十足。 洪金宝二婚妻子高丽红,也罕见露面了,穿着一身粉红色运动装的他,打扮朴素,男演气质。 不知不觉,他已经57岁了,他保养得非常好,皮肤仍白皙紧致,身材也没有发福,动灵有数,状态大好,不愧是曾经的港姐冠军。 他嫁给洪金宝后,没有生儿育女,虽然他跟洪天明一家没有血缘关系,但一起生活那么多年,彼此感情很不错,相处融洽。 只见孙子们摘草莓或摘菜的时候,他会站在一旁默默守护着,跟一般奶奶没什么两样。 在农场玩了大半天后,一家人晚上到高级餐厅吃饭,为洪金宝庆生。 两孙子亲手制作了一张生日卡送给爷爷,并拥抱了爷爷,画面很是有爱。 事实上,周家卫也有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分享这次出行的视频。 他发布的视频中,洪天明出镜了,他似乎在照顾爸爸洪金宝,相当孝顺。 洪金宝与前妻曹恩玉,一共育有三子一女,尽管两人的婚姻破裂了,但无损子女们对父母的感情。 过去一家人经常聚在一块吃饭,不过洪金宝的二儿子洪天祥以及三儿子洪天照,大部分时间在外地工作。 小女儿作风比较低调,极少公开露面。 这次没能看到所有洪家人同框,实在可惜。 说到洪金宝,喜欢看香港武打电影的朋友应该都很熟悉他。 早年,他就是因为武打动作精彩,武术指导到位,而在香港武打电影中站稳脚跟。 年老后的他也一直坚持工作了很多年,只是前些年因为身体发胖,又到了一定年纪,这才渐渐退出大荧幕。 最近,洪金宝的儿子洪天明就分享了一段视频,介绍了父亲洪金宝71岁生日当天的安排。 生日当天,一家人也没有操办大场面,是一家人一起去了靠近家附近的一个农场。 在这个农场中,有种植的草莓、橙子、橄榄菜。 洪金宝的两个小孙子就在菜园和草莓园里忙碌,摘一些熟透了的草莓,还用力拔橄榄菜。 农场还有一些鞦韆等游玩的设施。 看得出来,两个孩子都玩得很开心。 洪金宝则是坐在菜园的一边,身穿一件衬衣,额头上还扎着一根绿色的布袋。 可能是吃到了孙子们摘的大草莓,他手拿草莓很是开心。 香港的土地可以说是寸土寸金,像这样的农场其实并不多。 前去采摘的话,费用也很昂贵。 不过很多人都认为,体验采摘很有乐趣,再就是这种农场里种植的蔬菜水果会更健康。 选择到这里来过生日,的确是健康有趣的选择。 71岁的洪金宝也没有夺过岁月无情,他的头发已经全变成了白色,脸上隐隐可以看到老年般,皱纹也明显了很多。 特别是两腮的位置,可以清楚地看到皮肤下垂。 记得之前在影视作品中看到洪金宝,他是非常胖的,腰围也非常大。 可是现在看,坐在椅子里的洪金宝虽然可以看到啤酒度,但身形已经比之前瘦太多太多了。 作为一个老年人,瘦一些的身材会更好。 想必他这几年也有在减肥,他的精神状态看上去还好,就是气场弱了很多。 现在看着更像是一个慈祥的老爷爷,眼神里看不到犀利之感了。 一家人最后的晚饭应该还是选择的饭店。 从窗户外可以看到维多利亚港,风景很不错。 圆桌上摆放着一些餐具,但没有看到具体的菜式。 家人为了准备他的生日也非常用心。 两个孙子分别送上了自己制作的贺卡,有一张画有生日蛋糕,还有一张则是画了一个Q版的洪金宝头像。 洪金宝也是非常喜欢这两个孩子,和孩子们抱在一起很是开心快乐。 时间过得太快了,转眼间,一些演员就变成了老年人。 看洪金宝现在的状态,未来的生活应该就是回归家庭,陪伴妻子和孩子了。 想要看他推出新的武打戏,可谓是难上加难。 洪天明动态中的父亲始终坐在椅子上,没有站起来活动过。 年老加上体重的原因,可能活动不是太方便。 复杂的武打动作可能真的存在于过去的影片中了。 据洪天明透露,侍逢老爸洪金宝过生,祖孙三代人就一起齐聚农家乐来玩了。 视频中,已经71岁的洪金宝穿着格子上衣,坐在轮椅上,头发虽然用发带绑起来了,但也已经全部发白了,胡子也一样。 并且这次见面,洪金宝真的消瘦了许多。 以前一脸横肉的脸已经瘦成了锥子形,眼睛更是因为瘦了之后,眼皮无肉支撑全部搭了了下来。 双眼更是沉得越发无神,就连举着草莓时说好大的手也是,布满了皱纹。 不得不承认,他是真的老了。 以前那个站在面前就给人满满安全感的他,是真的变成了一个垂垂老者。 据悉,是他因常年拍打戏的原因,他身体上的伤很多,而也因为体重的原因,其实对下肢更是有着很大的负担。 而他的膝盖又在前几年还做过手术,手术之后,他几乎只能坐在轮椅或拐杖出行了。 作为曾经的一代强者来说,坐轮椅或许会让他开始有些不舒服,不过这几年在儿子的照顾下,显然洪金宝的生活状态还是非常的不错的。 特别还有着几个孙子在身侧陪伴,生活更是幸福无比。 而这次让洪金宝吃着开心不已的大草莓,就是两个宝贝孙子给他摘来的。 到地方之后,两孙子就非常自觉地提着篮子去了地里采摘草莓了。 而且两个孩子显然很听爸爸的话,采摘的数量并不多,够吃就好。 摘完了草莓,孙子还跑去替奶奶在地头拔菜去了。 可见这俩孙不仅非常孝顺,而且还非常的有眼力见,旁边站着的穿着一身粉色运动衣的就是洪金宝,小13岁的二婚妻子高丽红。 跟洪金宝相比,显然他保养得非常的不错,虽然颜值有些变老,但依旧凹凸有致的身材,一点不坠当年他港姐冠军的名头。 洪金宝的三子一女都是前妻所生,洪金宝也是因为经常出轨,后来夫妻吵架到不行才理得婚。 但显然高丽红一点也不在乎,誓死就喜欢上了师父洪金宝。 甚至婚后自己都没有生儿育女,却依旧爱着洪金宝,好在虽和几个孩子没有一点血缘关系,不过这么多年相处在一个屋檐下,一个人倒也过得和和美美的。 一家人在农场欢快地玩乐了一场,晚上就去了高级餐厅开始为洪金宝庆生了。 等洪金宝做好之后,两个孙子就将自己做好的生日贺卡及时地为爷爷献上。 大孙子送的是一个贺卡做的立体的房子,上面写了生日快乐,我爱你。 老二画画天赋显然不错,剪了一个新型的卡片,上面画了一个Q版的洪金宝,非常可爱,显然也是用了心的。 看了两个大孙子送的用心做的生日卡片,洪金宝肉眼可见地开心了起来。 看完之后,更是亲切地抱了两个孙子一会儿,而高丽红就一脸微笑地看着老头子和孙子互动,画面也是相当温馨了。 话说回来,洪金宝的这一生也算是相当有福气了,虽然早些年有些混不练,但到底前妻给他留下了四个孩子,显然更是不离不弃地陪了他一辈子。 如今老了,更是儿孙满堂,这样的人生算是很多人都羡慕的了吧。 不过,人总是会老的,能够在晚年放下疲累的工作,好好享受生活,多陪伴家人,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晚年生活了。 也希望洪金宝以后可以健健康康。